我回憶回話題 全世界任何政黨 是他有權自由選擇 對方的金錢捐款 來支持他政黨運作 但是他政黨運作的 你很愉快 會應有他支持者 我本人都認為 這次話題 其實有點簡單 但是 將自己的會國政黨的帳目 透明化 若然有人不記名 捐款 不要負責任何條件捐款 給任何政黨 不過今次問其他 技術上支援的話 政黨在現行化上 包括香港的梁家傑 都請港國 是沒有問題的 最近的香港天主教 教區主教 陳日君都曾經說過 他的確是 接受了很多的捐款 沒有說天主教 有著基督教 佛教 回教 其他的中牌 都會接受 慈善的 賺金捐款 至於這種運用呢 作為香港廣大市民 其實我們應該是 要留意監管 因為 因為香港的社會道德 包括未來的香港社會道德發展 是有賴我全香港市民的參與和支持 包括監察他們的運作 何況 他們所收的政治 獻金 即是不記名的 不附帶任何政治 條件的獻金捐款 中國人的說話 叫做借花警罰 我們都應該 勸各位有心 接受政治 勸金捐款的人 的政黨 或者知名人士 既然別人借花警罰 捐贈給你們的話 請你們真是 用得其所 即使 不適用在 遲時事業上 你們應該 支持 將利用本身的政治 勸金捐款 支付 有份幫助 你們 工作的 助理人員 支付薪水 也支付薪水 有份幫助你們的行政助理人員 或者包括 其他有關的 技術支援公司 我覺得這對社會有貢獻 還有最後的說句就是 依次你的話題 就是 任何的政黨 接收 政治 獻金最基本條件 梁家傑和陳日軍 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 是不會收 收取任何 附帶任何 條件 包括政治條件 的 的 捐款 因為這樣做法 是無作為一個不義 包括 在道德上 有違所 的 但對社會 那個 的 對社會的弱勢 社群支援的 慈善改革 多謝各位